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对数位虚假信息和选举的担忧是否被夸大了 今年早些时候,世界经济论坛上来自各界的领袖揭示了一项调查结果 指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短期风险之一 这些担忧主要来自于生成是人工智能的兴起 选举年的到来以及俄罗斯的干预威胁 然而,尽管有这些担忧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AI驱动的外国恶意影响对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 许多选举如期进行 并且并未发现重大的虚假信息世界 那么,我们是否过度担忧了这些数位威胁? 答案并不简单 尽管部分讨论是由AI的炒作引发 但也有可能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在抵制虚假信息方面做得非常有效 此外,俄罗斯等国家 也变得更善于掩盖其干预行为 然而,尽管目前虚假信息的影响有限 我们仍需保持高度警惕 特别是在美国选举中 俄罗斯的干预威胁依然存在 对数位虚假信息的威胁是否被夸大了 这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源自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本文探讨了有关数字虚假信息和选举的普遍担忧 重点关注2024年选举周期 并审视这些担忧是否被夸大了 在今年初 世界经济论坛 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会议 会议上公布了一项 针对1400名专家 政策制定者和私营部门代表的调查结果 这项调查显示 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被认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短期风险之一 这些担忧部分 源于三个同时发展的趋势 新工具的出现 使得虚假内容的创作变得容易 前所未有的传播机会 以及极度动机 强烈的行动者的介入 自2022年11月 ChairGPT推出以来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引发了人们对AI生成的图像 视频 文本 和音频欺骗性的普遍担忧 与此同时 2024年被预计为选举的大年 超过60个国家和几乎一半的世界人口 将前往投票站 第三个担忧是俄罗斯 一个在虚假信息领域的主要行动者 可能特别有动机在今年干预选举 因为西方民主国家 支持乌克兰的政治轨迹的急剧转变 可能会对克里姆林宫的战争目标有利 尽管这些担忧存在 选举在全世界如期进行 尽管信息环境依然拥挤 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 AI驱动的外国恶意影响 对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有零星的例子和一些协调的努力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极有一名脆主义者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没有发现 重大虚假信息事件 英国的选举也相对平静 竞争并不激烈 在法国 由普京支持的国民阵线在紧急选举时间表下未能对选举结果造成重大影响 生成是 AI在选举中的作用主要集中在被事实核查证实为虚假的小部分内容中或者主要被参选的政党和候选人使用 尽管有报道提到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和一些与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关的实体破坏 但这些尚未干扰正在进行的比赛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 对俄罗斯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干预选举的担忧是否被夸大了 答案并不简单 尽管部分讨论是由AI的炒作周期引发的 但也有可能是欧洲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组织在抵制虚假信息方面做得非常有效 此外 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也在变得更善于掩盖其在信息环境中煽动不满的角色 到目前为止 生成是AI驱动的虚假信息 接管的担忧尚未实现 相反 AI生成的内容更频繁地用作与政治对话无关的垃圾邮件和诈骗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生成是AI被用来影响选民 但它只占争议信息空间的一小部分 AI开发者记录了生成是AI影响操作的使用情况 例如创建虚假用户参与 但这些努力往往很粗糙 不太可能改变公众意见 这通常依赖于信息来源 还有一些高调且迅速被揭穿的案例涉及著名政治人物 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针对个人的深度伪造攻击 这些攻击已被证明对声誉非常有害 并引起了重大关注 后者代表了我们最有可能看到生成是AI恶意影响的领域 对数字威胁的警惕性提高了 除了一些有限的生成是AI使用外 政府和民间社会也更有可能准备好反击 和预先应对今年选举年对信息环境的威胁 尽管许多科技公司在减少内容审查和数据共享努力方面令人担忧 但欧洲的数字服务法旨在通过为Facebook、YouTube和X等 非常大的在线平台创建 透明度要求来建立一定程度的平台问责制 在欧洲和其他地方 适时核查组织联合起来监控多语言的信息空间 合作对抗病毒叙述和误导性声明 通过广泛的教育努力 公民也可能更意识到潜在的威胁 并且不太可能被欺骗 部分原因是普遍的警报和媒体报道 另一种可能性是 俄罗斯在可以投入资源的地方 更加战略性的行动 仔细掩盖其角色 为了接触新受众 俄罗斯相关账户开始在内容审查较少的平台上 如TikTok上传播内容 他们还使用内容聚合器和虚假域名 更有效的清洗内容 根据美国情报界的说法 像俄罗斯这样的外国行动者 越来越多地转向商业公司和目标国内的本土声音 来传播他们偏好的叙述 这模糊了有机和无机政治话语之间的界限 使得更难直接将影响活动归因于俄罗斯 鉴于这些相互竞争的动态 目前尚不清楚 2024年选举周期中虚假信息 特别是AI驱动的虚假信息的相对低流行率 是由于威胁被夸大 社会对挑战的硬化还是更有效的掩盖了努力 这可能是这些因素和许多其他因素的组合 几位研究人员和评论员认为 关键是不要夸大虚假信息挑战 因为这会助长敌对行动者的目标 反民主的部分人口的崛起 不能完全归因于虚假信息 虚假信息活动的说服力尚不确定 对民主进程的任何威胁 更可能来自国内行动者不愿接受结果 无论是否有俄罗斯干预 然而俄罗斯的虚假信息 在利用和加剧政治话语中的现有裂痕时 最为有效 最近在英国的极右翼骚乱中 国家行动者的参与正在调查中 世界各地的许多民主国家的党派冲突也很高 尽管到目前为止 恶意影响活动在选举中的效果有限 但今年晚些时候的美国选举 代表了俄罗斯的最大目标 因为它试图改变 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团队暗示要 彻底重新定位美国 对北约的支持 特朗普本人也鼓励俄罗斯 对那些在国防上花费不足的北约成员国 随心所欲 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J.D.万斯表示 他不关心乌克兰的状况 并积极传播 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部长 购买游艇的虚假信息 这一谣言 在今年早些时候 推迟了美国对战争蹂躏国家的援助 俄罗斯无疑已经动员起来 介入美国总统竞选 例如上个月 美国司法部破坏了一个 由近一千名用户组成的 AI驱动的俄罗斯机器人农场 尽管这是一个有希望的主动举措 但这个网络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尽管数字虚假信息威胁 尚未完全实现 但保持集体防御的强度 仍然至关重要 情感激化 人们对反对党成员的厌恶 和不信任现象 仍然非常高 而选举年还远未结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数位虚假信息和选举的担忧 确实在全球范围内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 这些担忧背后有着多重因素 包括技术进步 选举数量和政治动机 然而实际情况显得更加复杂和多变 在2023年初 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调查显示 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被认为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短期风险之一 这种担忧 源于三个同时发展的趋势 创造虚假内容的新工具 前所未有的机会 以及极度动机强烈的行动者 例如 自Chad GPT推出以来 生成是人工智能 引起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其在生成图像 视频 文本和音频方面的潜力 引发了对选举安全的担忧 2024年 预计是选举的大年 超过60个国家 和近一半的世界人口 都将参加选举 而俄罗斯 作为数位虚假信息的主要行动者 特别有动机干预选举 以达到其政治目标 这些因素 共同增强了 对选举被数位干扰的担忧 然而 尽管担忧普遍存在 现有证据显示 数位虚假信息 尤其是由AI生成的内容 对选举的实质性影响 依然有限 例如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尽管集右翼民粹主义者 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并未发现 重大虚假信息事件 英国和法国的选举 也相对平静 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数位干扰 生成是 AI在选举中主要被参选的 政党和候选人使用 用于被事实核查 为虚假的小部分内容 或者主要用于 垃圾邮件和诈骗等 非政治用途 尽管有一些高调的案例 和针对个人的 深度伪造攻击 引起了关注 但这些事件 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仍然有限 一方面 这可能反映了 欧洲政府和民间社会 在抵制虚假信息方面的 有效性 欧洲数字服务法 对大型在线平台 创建透明度要求 事实核查组织的联合行动 以及广泛的公民教育 这些措施 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 数位虚假信息的影响 另一方面 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也在变得更加善于掩盖 其在信息环境中的角色 使用新平台 和更隐蔽的方法 来传播其偏好的叙述 这使得追踪和确认 这些行动 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如此 对数位虚假信息的 警惕性依然重要 特别是在美国 俄罗斯无疑 已经动员起来干预选举 美国司法部 最近破坏了一个 由近一千名用户组成的 AI驱动的 俄罗斯机器人农场 这显示了 数位虚假信息威胁的 真实存在 总之 数位虚假信息 和选举的担忧 并非完全被夸大 尽管目前这些威胁 对选举结果的 实质性影响可能有限 但保持高水平的防御 和警惕性 仍然至关重要 情感激化 和选举年里的 高党派冲突 意味着任何形式的 数位干扰 都有可能加剧 政治不稳定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尊贵的各位评审 和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要论证的是 我们对数位虚假信息 和选举的担忧 确实被夸大了 首先 数据说话 在欧洲议会选举 和英国选举中 我们并未见到 重大虚假信息事件的发生 反而 选举进行的相对平静 其次 生成式AI驱动的 虚假信息虽然存在 但在影响选民方面 其实只占据了 争议信息空间的一小部分 如此说来 对于虚假信息的担忧 是否过于夸大 大家心中应该已有答案 啊 哦 楚天书 你这样说真的太天真了吧 你看看美国选举 俄罗斯的恶意影响活动 可是如狼似虎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团队 甚至明示 要重新定位美国对北约的支持 这不就是俄罗斯的机会吗 此外 美国司法部才刚刚破获了一个 由近一千名用户组成的 AI驱动的俄罗斯机器人农场 这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多少未被发现的 你敢保证吗 所以 我们的担忧一点也不过分 谢奇奇 你这样说确实很有戏剧性 不过 我们要看实际效果 到目前为止 虽然有零星例子 但没有证据表明虚假信息 对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 很多AI生成的内容 其实是用在垃圾邮件和诈骗上 与政治无关 而且 欧盟数字服务法 和各国的事实核查组织 都在有效地抵制这些虚假信息 咱们不要一看到风吹草动 就大惊小怪 对吧 楚天书 我不得不说你的乐观精神 真是可爱 你提到的那些事实核查组织 还有数字服务法 我并不否认它们的作用 但这只能是杯水车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现在越来越善于掩盖自己的行动 它们利用像TikTok这样的内容 审查较少的平台 甚至利用国内声音来传播虚假信息 这种情况 你的那些法律和组织能有效防范吗 我看未必吧 谢琪琪 你说的有点道理 但也别忘了 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公民的媒体素养也在提高 教育努力让大家对潜在威胁更有警觉 这样就不容易被骗 再说 俄罗斯的干预活动 很多时候都是粗糙且容易被揭穿的 你看 特朗普团队的那些谎言一经曝光 真相很快就被揭露 夸大虚假信息的影响 只会助长敌对行动者的气焰 所以我们应该更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 楚天书 你这种乐观真让人哭笑不得 我们的社会确实在进步 但你也应该知道 情感激化还是非常严重 这种情况下 虚假信息更容易传播和被信以为真 你说的那些例子虽然存在 但这并不代表问题已经解决 再看看那些深度伪造攻击 这可不是小事 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很大 所以 对于数位虚假信息和选举的担忧 我们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